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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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家有愛寵 開心無限 嘰 嘰 寸愛有家 嘰 嘰 嘰 大家好,欢迎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热语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宠爱有家节目,我是谭文言 讲到家有爱宠,相信很多朋友家里都会养猫猫狗狗 特别是很多朋友喜欢养狗狗 有些人说,其实我真的很想养 但是很多时候总会有点比较 见到外面的朋友养狗训练得非常好 叫它坐就坐,叫它站就站 叫它握手又放手上来,真的非常开心 如果能够养到一些聪明的狗狗 这样平时生活一定会有很好的乐趣 但是相比来说,可能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 究竟有没有一个比例或者一些数据可以值得参考 世界上有哪些狗狗是比较聪明,比较有智商的呢?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参考价值 在决定去养狗狗的时候,选择一些智商高的狗狗 是不是会更加好呢?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朋友,今期的床外游家可能就会帮到你了 因为我们也为你搜集了一些世界上排名 在讲过智商排名是前十的一些狗狗 其实小动物的智商排名 最重要是看看它们的学习能力 领悟能力 以及它们的记忆力 还有会看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如何的一个表现 那究竟智商排名前十有什么的狗狗呢? 接下来逐一跟大家分享 第一名的就是边境牧羊犬 边境牧羊犬在世界的犬种里面 智商排行榜是位居首位的 由此可见边境牧羊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 它们的智商非常高 而且基因也很优良 不单只是工作得非常好 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很好的生活伴侣 它们真的非常胜任 这个就是第一名 而智商排名第二名的就是贵宾犬 贵宾犬其实它就是原产地在法国 外形特别可爱 很多人都喜欢养贵宾犬 在早年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在一些马戏团的表演项目里面 可想而知 如果它们没有这样的聪明才智 又怎样可能 入得到马戏团 能够为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表演呢? 就是因为它们足够聪明 而且是很容易给训练的 所以在世界犬种智商的排行榜里面 它们就列居第二位了 而第三名的就是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其实就是很多人所说的狼狗 它们的智商排名是在第三位的 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服从能力 聪明而且很有保护能力 所以对于训练来说 它很多时候都能够第一时间就完成命令 所以对于聪明才智去排名的话 德国牧羊犬就获得第三名了 好了来看看第四名了 智商第四名的排名 就是金猫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狗狗之一 大暖男的金猫犬 其实在生活里面是最常见的一种大型犬 它们不单止性格很温和 而且非常聪明 根据统计金猫犬可以很快地学会超过200条的指令 是超过200条的指令 而且很快就可以学会的 是否非常值得考虑呢 如果你真的说我想选一个既有外形 又够温顺 而且又够聪明才智的话 我自己如果选择的话 我就真的首选是金猫犬了 我不知道你会喜欢哪一种 之前就是一到四名 究竟第五名聪明才智的排名又会是哪一种呢 原来就是杜斌犬 杜斌犬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 是非常盛行的一种外宠 从外形看 它们肌肉非常发达和强壮 而且也有很大的忍耐力 和速度非常快 同时它们也是一种非常纯化的犬种 所以也深得很多爱宠人时的宠爱 一口气都跟大家分享了前五名 刚才跟大家说过了 想跟大家介绍前十名 智商排名比较高的狗狗 接下来当然就是第六名 而第六名就是喜乐地牧羊犬 喜乐地牧羊犬的外形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也是一个工作能力特别强的牧羊犬 它们的智商高 在学习新的指令上 基本上不用重重复复地去练习 一两次它就已经可以达到目标 而且就已经学会指令了 是不是非常聪明呢 好了 来看看第七名的排名 第七名就是拉布拉多犬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军警用犬 或者它是一种盗望类的一个工作犬 这就足以证明它们的智商非常之高 而且是非常服从于主人的指令 这个就是拉布拉多犬排名智商第七 好 第八名 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就是蝴蝶犬 蝴蝶犬是有非常漂亮的装饰毛 而且它是一种小型犬 性疼也相当活泼 但是动作也相当优雅 是非常聪明的伴侣犬 不过蝴蝶犬就比较喜欢痴人 而且很容易吃醋 所以如果你选择选蝴蝶犬作为爱宠 你就要小心一下 经常它会躁以大发的 好 来看看第九名 智商聪明的就是 挪威蝶犬 挪威蝶犬是有强壮体格的旧狗 早年挪威蝶犬一直都是用来看守牛群 现在也很多时候是用来作为军警用犬 所以它的智商也非常高 好 最后就是第十名 奥大利亚的牧羊犬 它不单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十大犬种之一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狗狗 如果你说我希望这个狗狗能够陪伴我多些时间长一点 你可以考虑一下选择奥大利亚的牧羊犬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狗狗 狗狗和人类在一起生活已经有成万年这么长的历史了 可以说狗狗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和狗狗的关系这么密切 以至于我们经常产生一些错误的想法 亦都以至于我们经常用人类的想法 来去解读狗狗的行为和动机 而忽略了狗狗的独有性 和不同于人类的一个思维模式 很多时候因为这些错误的观念 经常会导致我们与狗狗沟通上 或者在训练上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你知不知道狗狗在想什么呢? 它又对你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如果我们想与狗狗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就真的要认真地分析一下 究竟狗狗具体的一个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 狗狗不会对它的生活作任何的比较和判断 更加不会在乎主人的身份、地位、职业、财产等等 我们将它打扮到花枝招展也好 或者我们喂它吃的无论是贵的东西 或者是便宜的东西 它们都不介意的 而且也非常满足 其实狗狗的生活是基于直觉和经验的自然世界 而我们人生活很多时是基于道德、价值、情感世界 所以当我们糾正狗狗的错误行为的时候 我们不能用人类的道德标准来说服它们 更不能用条款来告诉它们 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我们其实应用明确、直接的手段 离制止它做得不好 只要这样它们才能很清楚地理解 原来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应该要听主人的话 做这样才是正确 狗狗是活在当下的动物 对于人类前因后果的思考逻辑 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我们必须当它犯错误的时候 立即就要严厉地处罚 当然处罚也要有个道 但当然要想办法令它 将错误的行为立即进行一个糾正 而且对它们的要求一定要一致 哪怕是对它们的错误或表扬 态度都应该要一致 这样才会符合到它们的希望 也可以令它们尽快达成一个合作的方式 完成我们给它们的要求和任务 而达到我们对它们的希望 有时行、有时不行 小时候行、大时候不行 这些这样的管教方法 无论是对小朋友或是对舅狗 都是不可行的 特别是舅狗添加 如果你那时行、现在不行 一会儿又说行、一会儿又说不行 更会令它觉得无可适从 莫名其妙 所以对舅狗的管教态度 一定要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 而且这个习惯 要一直保持下去 当你形成了一系列的 坚定不移的习惯之后 一点都不要去松懈 这样的话 如果舅狗的一个训练 就会非常理想 而且你们之间的一个 沟通和默契 将会更加完美 当你真是家有爱宠 又经常和家有爱宠的朋友 准行沟通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心一个话题 就是自己家里的舅狗 自己的爱宠 究竟他的智商高不高 他听不听话 而这些话题 永远都是谈不完的 永远都还可以谈下去 很多时候大家会在想 哎 狗狗的智商有多高 他其实很多时候的行为习惯 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呢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及时帮他 改变一下行为习惯呢 而这些话题 既然如此热衷 那不如我们也来讨论一下 好吗 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 加油 加油爱宠开心无限 宠爱有家 始至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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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聪明,他们的聪明才智,前十名的都是有什么的狗狗 而且相信如果养狗狗的主人经常碰在一起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自己家里的狗狗怎么聪明 不过也不排除有些主人会吐槽自己的狗狗 多么傻,多么神经质,有时觉得他智商短路 其实无论如何,每一种的物种都会有相对性 也就是说每一只狗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它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就算是同一个品种的狗狗,有些也会聪明一点 而有些也相对来说,智商没那么高 所以作为宠物的主人就一定要知道 如果有狗狗,他的表现令到觉得 我的狗狗为什么会和别人不同呢? 这个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太过去纽结 或者在这里,我们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究竟狗狗有什么表现 说明他们的智商是足够用的呢? 首先看看就是妒忌心强的一些狗狗 如果你对一个从来都没有养狗的朋友来说 你的狗狗是会很妒忌的 我想你的朋友会认为,哎呀,你真是傻的 为什么狗狗会有妒忌的心理呢? 不过,养过狗狗的人一定会很理解你 和很同情你 因为狗狗确实是真的有妒忌心 他们都会吃醋的 比如,当你和他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 你去摸一下其他狗狗 抱一下其他狗狗 那他就会非常妒忌你了 他可能会对着你大叫 又或者躲起来 不想见你 甚至是绝食抗疑 很多人觉得,哎呀,这里的狗狗真的十分自私 可能他只是想着自己 他拥有你的喜欢 拥有你的爱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深一层呢? 其实有一句话,爱是自私的 那谁不想拥有更多的爱和关心呢? 哪怕他只是狗狗 他也希望传言地拥有主人对他的爱 其实,妒忌心强的狗狗 虽然很聪明 不过,这也是他们的弊端 这类狗狗经常是性格比较孤僻 不喜欢和其他狗狗玩 喜欢独来独往 而且,他们的脾气基本上也不太好 这类狗狗是比较容易出现抑郁症的 他们大部分到中年之后 心脏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作为主人 在平时,一定要多些去关爱它 同时,尽量去改变它这个性格 比如,从小就带它多些出去玩 尽量多些跟其他狗狗一起接触 在摸其他狗狗的时候 然后,也同时关注到它的感受 最好跟它一起玩 摸其他狗狗的时候也摸它 这样的话,就不会令它对其他狗狗有太多的妒忌心 另一种就是敏感多疑的狗狗 我们都知道,狗狗的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 它们可以通过这两个特殊功能 轻松实现到听、位置、识别的最常见的场景 当主人下班后,回到来 可能还没有进门口 狗狗就知道你回家了 它们开始在门口做欢迎仪式 例如跳或叫 如果有狗狗是这样的表现 证明它们是非常聪明的 狗狗也有十分敏感的警觉 只要它听到一点动静 它就会做出很有效的回应 譬如它对声音的方向叫 或者我们知道狗狗的听觉比我们人类要强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它也是能够捕捉到的 这个时候,当它无端端在叫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可能有一些陌生的东西 或者一些危险在靠近 所以狗狗才会叫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们随时保持警觉 而且证明它们的智商也非常高 不过反过来 这样的狗狗亦相对来说 是会比较敏感的 有时太敏感神经质的狗狗 是不太多人喜欢的 所以我们也要从小去训练它 比如等它学习在自己家里的时候 或者碰到一些小动静的时候 先不要那么激动 安护一下它,让它不要害怕 慢慢训练之后 这样的一个过度反应 就会好很多了 那就不用那么激动静 它就在狂吠 这样就会骚扰到隔离鱼蛇 现在的狗狗就是属于挑食的狗狗 虽然狗就是习食的动物 它们可以吃和我们人类差不多的一个食物 有很多的食物 通常狗狗都应该接受我们给它的食物 但是又有很多的宠物狗是不喜欢这样的 它很多时候是挑食的 它不喜欢吃狗粮 或者不喜欢吃某种的肉类 或者不喜欢吃罐头 或者不喜欢吃某种的蔬菜等等 总之来说就是比较尖尖 比较简吃 不过这种狗狗的智商也很高 你想想 它可以知道什么喜欢吃 什么不喜欢吃 而不是给它什么都吃 可想而知 它是有一个便秘能力 它知道哪种更好吃 自己喜欢哪种东西 也搞清楚主人的心理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他们经过绝食抗议 主人一定会服从自己 然后给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这样的狗狗真的非常聪明 但是这样的挑食 其实是一种不太好的行为 一来是不健康 因为如果它減吃的话 营养是不一定够均衡的 如果长期吃某种营养单一的食物 当然 就会导致一些代謝性的疾病 容易产生 比如狗狗经常吃肉 狗狗的二线炎发病率 就会比较高 如果狗狗长期只是吃鸡肝 他的肾脏疾病 发病率就会高 所以我们经过给狗狗捷食 和增加食物多样性 这样的话 你尽量改变这些 简食的狗狗 他的毛病 平时尽量少给调味剂 比较重的食物 这样的话 就不会令它有简食的倾向 和越来越严重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 在狗狗食物的品种方面 可以一样一样加 就不要太急 不过一定要让它 事实上每一样东西都要试一试 千万不要养成一个很简食的习惯 那除了拣食的狗狗比较聪明之外 其实懂得保护食物的狗狗 也是相当聪明的 事实上 狗保护食物的行为 应该是可以看作为 它是一个求生的本性 因为如果狗狗生活在野外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一个能够保护食物的能力和意识 它根本很难在野外生存下来 当狗狗成为宠物的时候 它们有足够的食物 它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食物或衣服 大多数的狗狗的护食功能 是慢慢慢慢退化的 不过有些狗狗也牢记着自己的食物 永远都不应该被其他人去剝夺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就算它们不吃 它都不会被其他动物走来吃 如果你有一只这样的狗狗 它非常保护自己的食物 这种表现其实也说明 它是一个智商很高的狗狗 但是犬护食这个行为在唇化之后 其实也是令人不容易接受 虽然说它是天性 能够表现它的聪明 但是这样往往是伤害到主人 同时也伤害到和它一起自养的同类动物 比如家里有几只狗狗的主人 可能因为一只狗狗有护食的习惯 经常为这种东西吵吵吵吵 又打架 搞到乱七八糟 家里的家常便饭 就变成了要增长才能吃 这样的话 对于其他旗狗是真的不公平的 如果你家里真的有一只 这么霸道的护食的旗狗 那你真的值得找一位 就是为唇犬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样 要为专业人士来处理 这样才可以改变到它这个行为习惯 如果我们就这样说 我隔开它 它有它吃 它有它吃 但当它混合的时候 可能又是非常困难处理这个 互食旗狗的问题 我们人类很多时候 在吹捧一个人的时候 都会说 它好色擦眼观色 那其实 旗狗有没有这个功能呢 原来是有的 但多数的旗狗 都有这个能力 它们可以通过主人的表情 声音 来猜测主人的心情 和下一步的行动 有些旗狗 甚至可以通过主人的走路方式 就可以提前判断到主人下一个的心情 其实旗狗会拆眼观色 并不是说它真的会读心术 而是经过它和主人的招直相处 已经记住了主人的喜怒哀乐 表情和说话的语调 所以它们能够通过这些表情和声音 来去判别 究竟主人是开心 是生气 只是不喜欢它做任何的事 这类的本事 其实很多旗狗都有 所以如果你家里的旗狗 都有这个拆眼观色的能力 开心 因为它们的智商是非常之高的 无论狗狗的智商高 只是低 只要它在你家里和你相依为伴 相信作为爱宠的主人 你一定会将它作为家庭成员 来看待 多些给它一份爱 多些沟通 互相交流 亦都要互相相互体谅 如果你家有爱宠 又能跟它和鞋相住 那真是祝福你了 希望每一位家有爱宠的朋友 都可以跟他的爱宠 开心痛福地生活下去 好了 那今期的《宠爱有家》 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多谢你的收听 我是谭文言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然后休息一下 Goodbye T�